2 2 3 4 社區巷洞內 居民蓬勃朝氣 大家一起跳健康招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不過鏡頭拉近一點 卻發現巷子裡整理得相當乾淨 牆面上五彩繽紛顏色 讓遊客彷彿置身在台中的彩虹村 但其實這是在北台灣的基隆 特別喜歡 我覺得尤其是這個藍天白雲 好像跟這個森林 就是這個顏色都很好 對對對 而且它很亮很彩色 跟大自然結合 還有這邊很多花草這樣子 對 非常喜歡 巷弄脫胎換骨的經驗 就連其他里的里長都來觀摩 大戰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這裡也是可以讓我們 每個里的里長可以來觀摩 像我們里的也是要來這邊 跟他們學習 讓我們這裡成為一個 觀光的設造的觀光集點 讓我們的巷道會變成這麼漂亮 真的是也要希望 我們的里長每個人都有空 來這裡來觀摩一下下 這裡是基隆市信義區 燒坑125項 因為基隆多餘潮濕 加上之前沒有整理維護 原本巷子裡是一片老舊斑駁 昏暗的景象 不過附近的教會 有一名教友高牡丹 他是重要推手 我常去海邊釣魚 因為我很喜歡釣魚 那我釣魚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個石頭有像什麼 像什麼的 那突然間有一天 我就給自己剪了幾個石頭 那個時候我自己就開始嘗試 我用石頭寫字 我記得我的第一顆石頭 是為我們的教會 就是教會我寫經文 我寫經文 那我就用原始去寫字 用白色的 後來我覺得白色這樣不怎麼樣 就不是很好看 那後來我就想說 我把它創意 把它改造 那我就用顏色 就像畫畫一樣 只不過我把畫畫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放在石頭上 這一幅畫 其實就是我們在信義區的 深奧坑路一二五項 那它其實像一個公車站牌 就像宮崎駿的這個熔貓公車這樣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呢 都很適合打卡 那我們信義區也有這個 深奧坑路一二五項 一個打卡新的景點 希望市民朋友 能多多來這邊走一走 從去年11月開始 號召叫友跟居民 把巷子打掃乾淨 石頭清洗打底 上設之後加以利用 一起動手改造 我八十四歲 我將來不看 就說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以前我是都在我們家 我以前是去做行李 都整天只跟人家打招呼 都看到這這麼漂亮 現在就出來 出來有這個拉身操 跟我們這門單老師有這個拉身操 很好 有夠快樂 還可以拉身操 還可以彩繪 很後來 但是我們老師很強就對了 很厲害就對了 基隆有更多美麗的景點 然後讓更多的基隆人可以知道 哇 原來基隆是好漂亮的 基隆不是只是會下雨 原來在這個小小的秘境裡面 我們可以尋找到小時候的感覺 比如我那邊有蕩鞦韆 比如我那邊有很多的熊寶寶還有站牌 我甚至把站牌上坑口都掛起來了 所以也會勾起人家的回憶 所以去年11月我就開始到現在 應該就是六個月了 所以我相信我還是繼續會彩繪 教會的一個念頭改變了社區的面貌 藉由鎮壁嶼港跟這條生澳坑125項 都是成功的案例 中正區有鎮壁嶼港 我們信義區也有生澳坑路125項 那這邊過去其實是很灰暗的一個很舊的社區 那現在透過我們好多的師姐們 還有師兄還有老師 把整個社區都美化了 那現在因為也是疫情的影響 其實很多人都在家其實還蠻憂鬱的 那把這些廢物再次的利用 把它再彩色化 讓我們就是更加的美化社區 然後也是廢物利用 也是一個很好很棒的活動 台中有彩虹眷村 金融生澳坑有彩虹象 教會希望帶動更多社區 一起美化環境 把相當的美學傳播出去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道